我想就發生在這兩天 就是我們的人工草皮 我想大家一直一直非常介意的 就是說為什麼市政府門口 也有人人工草皮 然後工程的圍裡也有人工草皮 甚至現在屋頂也有人工草皮 大家搞不懂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美學 就在大家還搞不懂的時候 這些突然在一夕之間不見了 不見了 昨天那個市政府前面的這個草 這個人工草皮也被刨除了 然後你看那些工作人員其實很辛苦 他們要一直去把那個膠把它清除掉 那市政府的說法是說要拿去清潔 那很好奇這個人工草皮是怎麼清潔法 我們地毯聽過要清潔 人工草皮怎麼清潔 根本的問題就是他亂花錢 然後又經不起考驗 所以他就草草收藏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那我們到現在我們就發現 原本一千五百萬是地平改善 可是他不只做地平改善 他更自己修改了他們的內部的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的工程都要掛上 人工草皮在這個工程圍梨外面 完全搞不懂這個到底是什麼 完全弄不懂 本來應該是工程的這個圍梨有一個這個美化 就甲級圍梨的這個有一個美化 像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建案 他們外面會有 我們南港附近都會放很多真的盆災 盆災 結果他就去弄個人工草皮 所以你弄不懂謝國良的美學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剛剛講到那個臨時報佛 假如我補充一下 在基隆所有的民眾都知道 謝國良他不是不是一個佛教徒 他是他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所以他上任以後他從來不進宮廟 甚至去年中原普渡 一般的這個縣市首長 在普渡的這一個遊行隊伍經過的時候 他一定是站在那個司令台前 然後跟他們揮手之椅 他也沒有他就坐在底下 所以大家對於謝國良這樣的一個行為 是非常介意 那因此他今年他發現說 公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開始想要挽救他的這個聲望了 所以他追加檢預算 他編了八百萬 那這個不是臨時報佛教 什麼才是臨時報佛教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錢都是這樣子 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 那像我們之前有 我看這邊 這個這一張就是非常明顯的 我剛剛講人工草皮 我之前的人工草皮也沒了 對對對 他他就昨天把他刨掉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聽說 他有一個金獅子是不是 金獅子這個原本原本是 要拿起來一點 原本是金獅嘛 後來他把他銅獅 原本是一隻銅的獅 然後他把他弄成一個金獅 他現在又回到巧克力 又巧克力變巧克力獅 巧克力銅色的 變波體就對了 這個 那你看他為什麼那個時候在施工 那個時候施工 就是為了在文化中心前面鋪人工草皮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工上一部 好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還有奶粉 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